你 毒品 你确定吗 我相信在你公司里 有一个贩卖毒品的网络 陈宇公司对毒品是零容忍 如果当时进行了试检 发现了王宏威有毒瘾 我一定会要求 进行彻底调查的 也许这就是 疯口费的用处了 如果没有那些 举报的邮件 王宏威这件事情 早就尘埃落定 那个毒品网络 也就依然安全 那到底是谁付了 那个十万 又是谁发了 那些邮件吗 那个账户 自于已经在深挖了 至于那些邮件 我大概知道是谁发的 是谁 现在还不能确定 我会处理的 不过我认为 你现在应该先报警 你走吧 陈队 找我 小李 来来来 坐 坐 坐 我听说 柏锦岩教授 在同事办理杀人机器 那个案子的时候 你们合作过 对啊 成语公司刚报了案 进去决定立案调查 博教授呢 也答应协助我们 既然你们之前合作过 那这个案子 就由你来主导 什么案子 浩浩知道了 我会转告他的 你跟我们一起帮忙 我却有什么事 你应该乱去 那我去做 我去做 那你先生 那我帮你去做 你却要试固乱 我说得那我说 你的话 我一切都没试固 我扶着 结果要么是简单地下死人 要么是毫无头绪 会不会真的 简单地下死人 八九九 十三十四十五十九 没什么意思啊 塞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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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这个意思 你快看 孙悠留下的这组写数字 其实很简单 这专家给想复杂了 每个数字对应的相依未知的字母 但需要重新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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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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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程雅公司的案子也是这样 发给你姐姐的那些邮件 都是关注你的这个变态写的 那警方在联系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说 这么变态的一个人 把你当成目标 这多危险啊 他明显在跟踪你的一举一斗 说不定他什么时候就会攻击你 可是对于他是谁 我们却毫无头绪 难道 你不是毫无头绪 对于他是谁 你是知道的是不是 Simon 我真可怕 Simon 来找我 Simon 你是我的下午饭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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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